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早上来收下 昨天放在鱼塘的鱼笼 这一来 长水了 昨天晚上我们这里下了大暴雨 这两个鱼塘都贯穿了 现在一个鱼塘 这里都冲垮了一点 我们江西很多地方都长洪水了 本来我小儿子百周岁 我丈夫娘会过来 就是由于某个地方 他方了 火着过不来 然后就来不了了 下面的排水口 排不赢了就是水 希望他不要再下雨了 现在是出了很大太阳了 天气预报说 今天还有雨 这两天都有雨 现在去收摇了鱼笼 看包护了没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桃花岛都没了 桃树都在水里泡着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年我们这边雨水特别多 天天下大雨 不然这桃花岛也不会成这样 这里放一个小的 看里面有鱼 哎呦 哇 大大鱼 嗯 可以 这个大鱼可以 嗯 可以 还有红色的 是红色的吗 嗯 红色的 哎呦 这船 大帮手机 里面都是蟹 嗯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哈哈哈 我这里面有虾 哎 这我们鱼汤还有虾 这我们没想到我们鱼汤 还有这么大的虾 这条鱼鱼太大了 出不来 出不来怎么进去的 你还习惯 这条板机可以 有大鱼吗 有鱼 大鱼有没有 大鱼 没有 哇 这边全是虾 不得了 不得了 全虾 全虾 几乎都是虾里面 可以啊 哈哈 这里面 有少没地方 有少没地方 哦 咱们 这个口子没绑啊 散了 一条都没有 这里搞笑了 这边 现在收完了 收不完可以啊 这里面都是红色的鱼 都是鸡鱼 很漂亮 放在鱼池里面去 走吧 好好休息 很多这种小一点虾 好像都在铲子 这里面好多 放了 反直吧 把这有紫的挑出来 像这种大的 就没有紫 搞不好这大是不是公的 挑了一大碗 这里面还有很多小的 本来都放在鱼池里面去 这里面还有很多土鲫鱼 这比较小 把我家油炸 像这个大的 放在香菊苗 像长这么大了 先继续挠回家 又省了一个菜钱 先把鱼拿回家处理掉,油炸了